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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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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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手先是伟学死者称后 被死者发现 死者奔跑 跌倒 随后凶手先以高龙度引力将死者拔解 之后凶手抱着死者跌下 将其拖置无人处 之后的瞬息应该是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医疗辅疗和手术刀 右手持刀 从左到右 隔开颈洞 此时大量血液喷剑 可能让凶手有一些措手不及 顺势割断了颈部和部分尸道 确定女子已死后凶手割下了脚踝上的皮肤 这位皮肤割除了深浅不易 我在显微镜下观察了部分较浅部位的残留组织 有一些点状的色素痕迹 这不是身体自身的色素 我已经取药 宋李华那边确定化学成分 另外 这案子跟上个月分局接办的那个 梧桐女士案很像 他们都被割掉了一块皮肤 我建议并案 马上进行二次实践 来得正好 请进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省厅派来 配合我们分析连环杀人案的犯罪心理学顾问 梁博士 你们好 你好 我是梁卖琪 这位是我们的法医廖言 廖博士 幸会 走事了 梁博士呢 在犯罪心理学方面 有着非常高的噪音 是我省犯罪心理专家顾问团 最年轻的成员 梁博士 请坐 梁博士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在分析案情 对 廖博士认为凶手是先用乙迷 你们猜一猜 尸体皮下财力物质是什么 说 什么 财力物质 是 以纹身钥匙非常相似 活体割喉 又割出了纹身 这的确与分局上月的梧桐女士案十分相似 可那女士的身份还没确定啊 表言 你最好马上进行第二次事件 争取找到新线索 梁博士 麻烦你再帮小彤分析一下酒吧的监控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可疑之处 小武男 通知下去 秘密不景 重点在年轻人密集的场所 就算 绝地三尺 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本市的失踪人口DNA比对已经开除了 因为尸体能够提供的息息实在太少了 所以 无法促下派车方位 你们看 这些黑点像什么人啊 像是针孔 那就是注射痕迹 他扎了这么多针 应该有什么慢性病吧 也许 他吸毒 吸毒的人肯定不会扎在这儿 他们藏起来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扎在明面上 停 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看这个人 他在模仿浮游摇头玩火的动作 实际上他并没有吃 你们看他的头 向右停留时间很短 向左停留时间很长 说明他在用这个动作做掩护 实际上 他在看向受害者的方向 可以排除他了 我问你们个问题啊 什么样的人 左手不满针孔 而右手却一个也没有 一般的树叶 为了保证血管的质量 会在两手间轮流进行 而这位女士 针孔 却全部集中在左手 那是因为她是在用她的右手 给左手打针 她是在练习 所以她的职业极有可能是 护士 马上排查全国人口 失踪库中的女护士 二十五岁左右 一六九上下 关于右手 停 看一下这清洁工 能放大吗 清晰处理 警察同志 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个人见过吧 哎呀 这 这不会是死人照片吧 说你现在没见过 没见过 这人没见过 没有 身份证见过吧 没有 没见过 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这是一条人命的事 警察同志 我可没杀人啊 我就偷了个钱包 不 不是偷 是捡的 是她自己掉在桌子底下的 钱包放哪儿了 扔了 里面就三百多块钱 扔哪儿了 对面 早餐摊旁边的垃圾桶里 队长 钱包炒到了 照片已经最少了 小冬 死者叫张宁 二十七岁 大光厂躺得出哪儿 听她同事说 上周她失恋了 联请了两个星期的假 她的室友说 她几天每晚都去酒吧 每天都是凌晨或早上才回来 喝得一塌糊涂 所以昨天晚上她一夜未归 大家也没有觉得奇怪 小冬 下一条 还有就是这个 这是张宁腿部纹身图 另外 张宁前男友已经找到了 立刻安排询问 今天凌晨一点到三点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我家开派对 昨天是我生日 一屋子人都可以作证 你不就是要我不在场的证据吗 一会儿我把电话都给你 你最后一次见到张宁什么时候 一个礼拜吧 我告诉她不要再来烦我 她到处宣扬说我是她男朋友 我就跟她玩一玩 就她那一脸逗 她已经死了 能不能放尊重点 晚上十点十分 张宁给你打了个电话 都说了什么 听不清啊 她当时 应该喝多了 我没答应她就挂了 因为我当时也喝多了 要不怎么会 怎么会接她电话呢 你把她微信也拉黑了 她太烦人了 你不信我给你看看 你干吗呀 这是你和张宁的情侣纹身 这哪是什么情侣纹身啊 我纹了四五年了 张宁不知道什么时候 跟我闻了个一样的 然后还 还给我女朋友给看见了 我女朋友最近天天跟我吵架 我说绝对不会放过那个贱人 这 这傻家门不会 要提醒她现女友啊 那这个钱男友呢 如果不在场证据确定 先列为重点监视对象吧 还要列入重点保护对象 队长 张宁的这位前男友的现女友 有重大嫌疑 这是她的朋友圈 就是她 这句话应该是在针对张宁 马上提准这个夜心 好 走 快看 这叫朋友圈山了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这女人我见过 小彤 跳到酒吧视频 第一段第八分钟 还有第二段第九分钟 找到了 对 就是这两段 她似乎在等人 旁边的这个男人行迹也很可疑 我马上图着江国安搜索这两个人 叶欣 叶欣 你们认错人了 是 警察 警察董事 不是 我们没赌啊 我 我们就玩点小麻将 一毛两毛的 你看 头在这儿呢 居老西是吧 靠上 现警察都穿成这样了吗 原来她并不知道我讨论是 原来她并不知道我讨论是 你们抓到我居小夕了吗 你们快去抓她呀 我真没让她杀人 我真不知道她杀人那么狠 对呀 时空暗局呀 她凭什么不吓我杀人呢 我就拿了两千块钱警察董事 您知道吗 这 这不是杀人那件 杀人是什么件啊 你还有杀人的件呢 说前天晚上的事 这 实际上我跟这娘们 这叶 这叶什么来着 我不认识 是个朋友给介绍的 说有点小活让我干 这 这前天晚上 这姓叶的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马上到那个 自由岛酒吧和她碰面 好 嗯 喂 嗯 就好吃耶 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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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穿蓝裙子的 注意 脚腕与纹身 你给我好好教训一下 让个纹身也挂点踩 我看见那女的呀 醉歪歪的从酒吧里出来了 我啊 我就跟上去了 当时啊 街上也有人 我就跟了他一个巷子 本来想呢 找个披荆的地方 狠狠地揍他一顿 这事就结了 没想到啊 这女的呀 她没完全醉死 她发现我跟着她呀 她撒腿就跑 我就追 追着追着 她 她自己摔倒了 可我这一想啊 这当好了 我没动手 她自己就受伤了 这活也就算我干完了 我真没杀人 的的确确我没杀人啊 看我这样挺凶的 这都是装的 您知道 看我们这行 就是下午下午别人 挣点酒钱 其实啊 我的特效 相信我她没撒谎 现在要查的是 无头女士的身份 和她的关系人 这才是关键 要吃 我来 再和她的品类 赵明 你昨天在这里 点了两样东西 一笔口感应该不错 可和这杯威士忌时 你一定是一心求碎的 你喜欢你的太阳门身 因为它和你的男友门身一样 可是 当你走出酒吧时 有人杀了你 割走了你的门身 这是为什么 同样丢了皮肤的无头女尸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感谢观看 谢谢 谢谢 我先来 想来 谢谢 你想去 这和你 很好 谢谢 好 谢谢 一起吧 你 凯 你回国几年了 三年 不对 好像不该叫回国 你应该算是英国人吧 我是中国人 中国籍 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去酒吧吗 我喜欢去死者生前去过的地方 这是一种习惯 嗨 我们是曼吉良 我来自中国 很高兴 我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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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 我来自中国 是南疆市发来的失踪报告 死者是施妇产医院的一名护士 体型特征基本上吻合 不过呢 这受害人是灵养的 和现在的亲属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导致施源一时无法确定 家属又提供了新的DNA样本 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了 新的DNA样本比对已经出来了 屋头女士叫董爱琴 二十五岁 南疆施妇产医院护士 一看时说去外地看一个朋友 她没说懒懒海 走到第三天失联至今 家属九号报的失踪 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一个朋友 可以一块儿问问 死者身上有纹身吗 有 在右臂上 据说是一个小鸟的形状 大概五厘米左右 有纹身照片吗 没有 但董爱琴的母亲和朋友 已经来到局里 我马上安排确认纹身信息 您看 这两个人您认识吗 没见过不认识 她的朋友多吗 她没什么朋友 就是 今天跟我一块儿来的那个小渣 和她走得比较近 关于她的纹身你知道多什么 她不太喜欢那个纹身 我从来没见过她穿短袖的衣服 也就 跟她洗澡的时候见过一次 小小的 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纹身 她的纹身是什么时候纹的呢 很早以前的事了 她上高中的时候 同学穿着她去纹的 她耳朵根子软 她回来我看见了 把她骂了一顿 哭了好几天 她跟我说她后悔了 她总也不把纹身露出来 她说她要去把它洗了 您有她纹身的照片吗 她这个露都不敢露出来 她还能拍照片吗 没有 你能画出来吗 我记不大清了 好像是一只小鸟 大体是这样的 好像还差点什么 这里还少几个翅膀 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 这两名受害人的纹身 无论是形状颜色 还有大小差别都很大 联系到底在哪儿啊 眼睛 眼睛 zas дом 小娘眼睛 就得小黑点 有什么问题吗 把相角图案 逆时针旋转四十五度 眉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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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子男在南疆市有了新的发现 当年和无头女师懂爱情 一起纹身的女孩有三个 小彤 马上联系蒋子男 来了 队长 又有重大发现 而且十分紧急 我可能需要马上行动 快说 梁博士在我出发前叮嘱我 让我重点查文申的事 我就去了董爱琴 当年读书的那所高中 都不知道文申的事 包括他当年的班主任 可是没有想到 我碰到了他们的音乐老师 监察同志 监察同志 你好 你说董爱琴死了 老师您认识董爱琴 当然认识了 三个好好的女孩子 怎么就死了两个 三个 死了两个 是啊 你们不知道吗 这就是当年的和尚团 这就是那三个女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最左边的这个是董爱琴 既文静又听话 中间的这个叫兰兰 听说是上大学的时候 出了意外 右边的这个叫黄恩丽 挺可爱的一个孩子 孙嘉同志 你相信诅咒吗 什么诅咒 这三个孩子身上的纹身 不好 这三个人都有纹身 是 小鸟纹身 那个音乐老师所说的诅咒 具体是什么 他就说三只小鸟看起来有点瘆人 但又说不清为什么 有没有人提过 为什么是小鸟图案 他们老师说 因为三个孩子都特别喜欢音乐 所以选择了快乐歌唱的小鸟 是一只音符鸟 孩子们当年只觉得这样又酷又有意义 可是学校是绝对反对人生的 所以 他们就求音乐老师帮他们保密 所以只有音乐老师知道 调查学校这些人里面 好像只有音乐老师知道了 队长 要不要派人跟下这音乐老师 队长 我也想到了这个 已经派人跟踪了 不错 子楠 成熟了 死的另一个女孩叫兰兰 三年前在津津上大学时 死于一场酒吧斗殴案 小鸟 你查一下 三年前 津津 兰兰 酒吧斗殴案 那这第三个女孩是谁 在哪儿 第三个女孩叫黄安丽 是蓝海市唯一家咖啡馆的老板 三个人都有一样的文神 死了两个 黄安丽 会不会是下一个 小鸟 下一个 你怎么才回来呀 都等你半天了 咋 我有点事跟你说 我来我们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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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我去吧 你怎么才回来呀 Zither Harp Round is too far Round 没终点 没有 终点 Fly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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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自行 心为你 Fly away Fly away Fly away Not done 当我踏上了这条红蓝路 所有的罪犯都站住 这是我们捍卫的地方 这广固的黄丝都地上 没有人可以肆意往为 代表正义的力竭一出唐 不离不停跟随着光的方向 打开了和平的翅膀 找到白鸽在蓝天把眼中 自由的展翅飞翔 从我离开家门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将我的整个人 整个青春奉献给生我 想我的地方 Fly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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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done Fly away Fly away Fly away Nord game 喷